感谢大家继续锁定的收看明镜电视的今天大新闻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下半场 今天的节目是由我呢 跟王君涛博士 共同的跟大家一起聊天 那么就是聊我们的大新闻 下半场我们主要就谈中国的这个疫情 现在这个肺炎也好 这个新冠病毒也好 那么这个疫情呢 现在已经造成了世界性的这个大爆发 蔓延的这个趋势很惊人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确诊的病例呢 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十万以上 那么所以说现在的情况 使得整个美国的民众的生活 似乎是进入到了两个月以前的这个中国的这种状况 所以说现在的美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这种拖累 那么现在也有人调侃说这个川普总统呢 说这个让美国优先美国第一 现在呢 现在是在这个疫情方面呢 也是第一 这是我看到网上的一些美国这个 美国人的这种调侃 当然这是一种调侃 但是呢 也反映出来现在的一种现状 就是说美国民众的对此呢 应该说很多人对川普总统 有些出乎意料的就说 对川普总统应对疫情的做法呢 支持的者还是相当多的 那么就说也就是说 大家对他的这种表现的是 是认可的人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情 在这种大难临头的时候 危难的时候呢 显示出了美国民众的这种团结 显示出了两党的这种团结 我们看到这个2.2万亿美元的 这个纾困的这个计划呢 这个四季计划 救助计划 也是顺利的通过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 美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状况呢 市场的反应 我们看看就是说周五的这个股市啊 虽然是这个刺激法案呢 通过但是呢股市是出现了下跌 有人认为是大幅下跌 但是我看来呢 这个市场的这种震动啊 股市的这种震动啊 它是个晴雨表 前一天是反弹了百分之十一点多 那么昨天呢也就是周五啊 这个道琼斯的这个下跌了是百分之四啊 那么跌了九百多点啊 标普呢是百分之三点三七啊 纳斯达克是跌了百分之三点七九 大概差不多就是三点多到四 三点五以上 那么到这个呃四之间啊 总体来看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呢市场反应应该说还是 呃比较健康的 还是还是正面的 虽然说下跌下跌也是正常的 因为毕竟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的速度啊 确实有些令人吃惊 而且越来越大啊 那么周五呢是大概是增加了一万多啊 那么这一天就增加了一万五呢 当然是给大家这种心理带来的某种这种恐慌 但是呢市场的这种基本盘 我觉得他还和以往的包括29年这个大萧条也好 呃还是跟这个呃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也好 我觉得相比之下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呃仅仅就是一个疫情 或者说是一个呃灾难 类似于这个呃 比如说像啊这种呃 这个当然了和这个呃卡特里拿预风也好 和这个呃911事件相比也好呢 呃和这些事件有一定的可比性啊 和你至于说到这种呃大规模的这种基本盘的一种呃 这种崩盘 我觉得还远远提提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实际上呢呃我们可以看看就是美美联储的前主席柏南克啊 他的这个分析我觉得我是啊我个人是比较认可的啊 那么他认为呢就说现在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呢呃基本面还是好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我来看看就说他呢这个当时呢他他正好是啊这个遭遇到这个他的任内是遭遇了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啊 这个危机啊而且呢是在他的这个稳健的这种做派之下呢也是帮助了美国经济呢啊走出了这个衰退 他就对这个呃CNBC的这个记者呢呃 呃美国现在是正在陷入一波啊而不是一场一波呢急剧下沉的这种衰退啊 啊但是呢他认为不会持久他说下一季呢可能啊出现非常剧烈短暂的这种衰退啊我希望为期短暂啊 这当然是因为目前这种生活或者说一切呢都已经是停摆或者是关闭了 那么在关闭期间的不管持续多久如果劳动力和企业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那么我们就可能见到相当迅速的反弹那么在当年的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期间呢啊 柏南克掌舵下的这个美联储呢把基准利率呢降到接近啊0% 而且实施了一连串的计划啊那么最终呢还是啊救起了美国的经济啊 而且柏南克也是公认的这个大萧条的权威啊但是他认为呢当时的情况和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也好和这个 呃比呢呃这个相似点不多啊很少 那么他说呢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呢这是一只呃迥异于大萧条的野兽 那么他说呢大萧条是起因于人祸货币还有这个金融的震撼 那么此次危机带来相同的这种恐慌和波动的感觉 但是呢呃更近似于一场啊重大的这种天灾 而不是典型的这种呃1930年代的事的这种大萧条 那么还有相同的这种观点啊那么稍早之前呢呃 啊圣路易斯这个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柏拉德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呢 美国经济体系短期内面临巨大的冲击 但是呢呃最糟的时期过后呢便渴望强劲的反弹或者说是啊现在的 呃通常说所说的这种报复性的这种反弹啊 那么他预估呢呃这个美国的失业率可能飙升到百分之三十啊 大于这个大小小时代水平 但是呢呃他在前一天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呢呃已经淡化了上述的说法啊 那么这是目前呢呃这种金融界的一些呃人士的一种呃这种分析啊或者说是一种预判啊 我个人呢认为呢呃是比较赞同他这种观点不让君涛博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说现在呃美国的疫情的已经是呃从这个数量上来看的已经到了呃 这个全球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呃但是同时呢这个股啊或者说经济层面的包括这个两大指标一个失业率啊 一个这个股市呢目前都是呃处于一种呃很在低位徘徊或者说呢啊或者说在高位啊 这个所谓的失业率呢是在飙升啊那么股市在低位呢在徘徊 呃你认为是呃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呢还是呃孕育着美国经济的下一波的强劲的反弹 你怎么看对我觉得这个呃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呢就这一轮的经济上比如像高失业率啊还有像股市上这个剧烈的摆动啊都是一个短暂现象 实际上就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系而这个疫情呢又什么时候去咱们现在没有数心里没有数现在就说比较乐观的估计啊就包括就是张文宏先生呢给这个美国呢就是我这我这觉得在现在国内啊张文宏先生算说话呢比比这个钟南山靠谱的多他就说呢他在给刘先生对话就说呢说实际上是美国的疫情如果好的话根据中国的经验就是你开始现在开始控制隔离啊 美国如果一般来讲如果好的话比如我们14天就是这时候就要开始出现拐点会在14天出现但是可能呢在数字上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检测手段可能很快要达到每天10万那就是一些有病的人呢可能又会被查出来但是实际上的疫情拐点就是应该是在14天7天到14天就出现了如果就是控制的不好呢到一定他也会出现 所以在这点上一旦疫情好转之后那么美国的股市也会反弹美国的这个经济上都会呢因为实际上很多人现在就是说他想去到餐馆吃饭他现在没法去吃啊还像我们也知道婚礼啊一些教堂上的一些礼拜活动下他都停止了但一旦经济上只要说这个疫情解除之后这些都会恢复恢复之后你知道经济上从来就是他有这个恢复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势头会超过去超过他原有 有的这个合理的这么一个水平这是个在市场就是这样的就是要波动在波动中实现平衡所以我认为这一定是但是这个因素有呢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说在为了让经济波动不要太大实际上世界各国呢政府都对经济有干预但这个你像这次比如这个G川队会上要拿出5万亿对吧要来去救市5万亿救市中国呢就说有个25万亿或者一个多少万亿的一个 各地政府在制定规划这个东西呢现在那个钱从哪出呢很多人质疑但是呢只要你有规划了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有一个期望一个期望的时候有钱才能拿出来至于你什么融资平台能把它融到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还有没有钱可能财政是没有钱但是不是中国或者其他方面就没有钱或者是不是像如果说中国是不是在打这个主意我先进入正常发展 然后呢热钱国际热钱就跑我这来了因为我有个25万亿的这么一个有具体计划的这么那么可能是不是热钱能跑到我这这时候美国呀西方市场都还不稳定那他是不是在想就是我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扩张啊就无论是财政还是信贷的扩张他都会带来一个泡沫效应就最后这个钱是借出来的因为你让还的要不然是通货膨胀对吧允许一个恶性通货膨胀把钱给吸湿掉那还是 这个可能就是呢就是以后呢就有个巨大的泡沫就市场用一个一次性暴復性的呢再给他重新洗自排但是说我讲的说实际上这个经济的泡沫化就现在出现那么多的政府都一致的进行这种强力干预的话那么会不会导致就是这个经济呢将来这个信贷也把泡沫化之后我就会使得呢将来还会用新的方式来平衡实际上就在08年金融危机出来后呢很多人就当时质疑那个格林茨 发生说你为什么不早点采取措施哥林茨说我们当时早就发现了就是这个这个应该采取措施但是呢因为当98年东南亚有经济危机啊我们不能出台出台之后这个危机当时就变成全球性的了所以当时要围堵东南亚的经济危机所以那个金融危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结果呢08年的金融危机很大当时是为前些年的这种信贷过度扩张做了一次报应的对买张实际上是买张了我觉得现在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情况第三个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或者世界各国呀也不是金学金学现在更多考虑着短期的平衡就是怎么用这财政或者信贷的逆向政策来能够平衡一下这种波动给人们带来这种痛苦因为最后它是要趋于平衡的但是呢这个更多的战略的这些呢搞地缘政策呢或者搞全球的这种趋势性分析人更关心这次危机呢其实给各国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会不会国际的经济体系会就重新洗牌就因为这次疫情大家都先后进入停摆的话那么在这个那比如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比如站在中国的人的角度又在身在美国的中国人角度比较关心老大和老二对吧在这个前一段已经打得不亦乐乎那这时候呢又经济上又急剧停摆的话会不会就真的就脱钩了原来你就像打来打去吧中国也不想脱钩那美国呢也那个至少川普总统不想脱钩 他只是想让贸易变得公平一点能够让企业从美国回流回流之后那市场呢市场中国那个市场他也不想雕他也不想放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么现在呢这场疫情来了之后全球的经济会怎么洗牌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物流链就是物流链会不会洗牌就是原来比如这个东西在中国生产的那现在呢中国现在不能生产了就南韩说他说我在等中国的我就被迫停产我停产是因为我要中国 中国那个地方停产了我就没有东西来没有固件来我就没法组装了但是现在中国恢复生产之后别的国家就又停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就会重新再寻找上家找下家下家找上家有的产业不大容易容易洗牌因为他要进行投资对门槛有一个时间对吧训练工人但是有的地方呢他有的产业就可以比较容易的重新洗牌那这样的会全球经济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特别对地缘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会带来什么变化这次呢 我觉得可以去讨论的所以我就觉得吧有时候我觉得美国这个体制好就好在呢就是他的这个国家的政策National Policy Based on Civil Debate就是建筑在一个公民的这种讨论使得像比如像美国的各大学各个智库都聚集了一个顶级的这些专家他们从各个角度分析问题进行争论然后呢国家呢才会形成把他们的政策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但是在中国呢在一个定位一尊的地方呢它就很难 他还就是我刚才在前面上一讲讲到的王岐山王岐山的那个那个模式呢也还可以就是他说老百姓不许讨论但是在我的一个有限范围内呢精英可以在闭门会上讨论其实温家宝在很那上的很多决策都是把一些包括刘过阳的呀还有在中国这个服务中工人找到一起来内部变了变了完之后呢他在想办法去把它变成个国务院的一个政策这些呢但是这些东西到习近平这个地方都停摆了就习近平呢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所以他去跑武汉去 视察时候他跑到陈薇的那个地方对陈薇给陈薇上了一项课对吧你看他在讲什么病源呢什么讲这个什么这个病毒啊他是对陈薇在讲这我觉得你很好笑嘛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要陈薇就给他一眼瓜子就是用这种粉掌粘一下就把他给赶出来了对吧这个怎么这不是班门什么叫班门弄斧还真的觉得居然班门弄斧是嘲笑那些很无知的人怎么就这样习近平换你这种班门弄斧的这个毛病来了 这个我就我讲回过来我就说呢说这个当全球的这些事情要重新洗牌这是我觉得我们要考虑所以短期内你说的对他就是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呢最后是要平衡的那大萧萧不也平衡了吗对吧虽然罗斯福有干预但是也有人说呢罗斯福有干预给美国的经济留下其他的后患金学家一直在争问这个问题就说他不干预呢市场也会和平衡对吧市场是干嘛的过剩了然后这个他都淘汰掉吗对吧然后呢他就减了 削了种子就可以直接削了把这个什么这个肥啊什么肉啊都给削掉就可以继续就前进了吗所以说但是呢各国政策有印象政策干预呢就带来了另外一些这个问题自然的呢会有很多的痛苦各国政策想平衡经济的波动幅度呢就可能会带来一个后面的这个效应就是说他会有一个泡沫化的效应因为你现在发那么多的钱你又是搞了这么多的这个财政扩张也发什么也发最后都是要还的就出来混是要还的 市场变形的是这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那有是不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各个国家呢政策的这个周期不一样速度不一样会不会对全球的经济格局和分工经济分工格局产业的布局还有对最后会影响他们的各国的经济实力乃至他的军事和政治地缘政治的实力和影响力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嗯好的那么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 观点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那么和这个包括波南克也好啊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一种分析目前的一种判断主要我觉得现在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是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疫情啊啊他的这种核实能够达到一个高峰峰值然后呢进入一个啊平台这个平台也可能会长一些也可能会短一些然后呢他自然的这个曲线还是会往下走的 那么关键就是说不知道这个点什么时候能到来啊如果说大家都知道那么按照就说以往的这种比如说一个流感啊那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啊一个模型啊他的一种发病啊他这种季节性的一个模型这样的话呢就有人们往往这种恐慌啊很多这种非理性的这种包括啊投资业者的这种非理性的行为的都和这种情绪啊毕竟人他是啊有这种情绪啊 情绪的这种左右啊那么如果说这种情绪是一个平稳的那么自然呢啊很多这种行为都是啊就是说有理有据的那么就可以啊预判啊这种恐慌状态下呢人们可能往往有一些非理性的做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啊更重要的是一种啊清醒的一种头脑或者说有理性的一种思维啊否则的话呢我想呢可能就会落入了一种啊这种 啊狂躁或者说是一种恐慌的一种这样一种陷阱啊那么这往往呢是一种短暂的一种现象啊他会一种产生某一时间的会产生一个震荡期啊那么就震荡过后呢他就慢慢就归于这种啊一种平静或者说是一种理性那么现在看来呢很多这种啊这种业界的这种啊领军人物啊这种专家啊也就发出了这样的一种预判 我相信呢这对市场的一种预期呢也会产生相当大的一种影响毕竟你说对我对一个补充吧就是我对这两点都提出两点不同看法啊就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我其实也赞成你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受过也是一个专业训练的人就是专业嘛就讲理性但另一方面呢其实讲市场的人呢就是在说这个供求啊这个千变万化的事是不是人的理性不可能全认识到 要全认识到就搞计划经济就好了对吧那像那个梁杰夫就拿的这个他也拿了诺文奖就是他搞了一个叫巨证的什么一个这个对什么投入产出搞了这么一个分析对吧就说就说如果都能理性的话那就可能就不需要市场经济了就是就可以我们就看得见的手就直接去按照理性的认识去调整之所以要有看不见的手调整就因为我不能完全理性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从另一个角度讲呢恐慌啊 有时候我在讲就是现在人都讲说啊你看你们美国现在也是很糟糕你看我在想如果有恐慌可能是个好事情就像人如果真的体内有病毒你会有激烈的感觉就生病的感觉实际上生病的感觉有的时候是你的抵抗力在跟病毒作战了就怕是什么你什么感觉都没有这病就把你给杀死了就是实际上就说明没有搏斗那么你发烧呢什么这都说明是你的体内的抵抗力在跟外来的入侵者在搏斗 你看我在讲法拉盛那个你看法拉盛华人非常恐惧还什么买枪什么买枪美国人买枪美国人持枪人早就买枪了剩下的没买枪的差不多都反对持枪的人或者没钱买枪的人那现在去抢买枪然后华人就说你看美国也不安全大家都在买枪那种恐慌我开始觉得很好笑你在武汉怎么不恐慌呢对吧武汉还吃四万人那街上那个医院都排成大队了牛鼻子都看不上病了挂不上号你还在四万人在吃饭呢对吧 大吃大喝呢所以我在想哎我想在美国恐慌是个好它实际上是一种抵救就相当于说恐慌就表示民众重视这个事对吧我觉得也就给政治家一个压力你赶紧给我找解决方案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的方式所以我其实呢你说要是没有这种恐慌华尔街不恐慌的话各国就什么事啊对吧G20才给那些领导人就会去杀了那个川普总统如果假如华尔街不恐慌 川普总统继续说美国这个病毒其实没什么这个刚才有个网友说川普也说他比他最了解病毒这个我不知道川普总统说没说是吧其实了解这词也有不同意思的就像我在这个三内二医院我住院的时候医生说呢这个医生要照着病人写书但是病人没有义务照着医书生病这个其实有的是病人比医生更了解病因为医生只能了解已经有的病病人可能他的病情就原来没有的所以这个川普总统因为他早说 他比那些搞宏观经济的人更笨经理因为他是个做经济的他做过经济所以这个我们放一边我第一条我给你做两点补充第一呢理性是有限的相信市场的人搞市场经济基本就是说其实逆向政策呢所以他们都认为逆向政策逆向调节的这种政策一定会有的后遗症就下一步怎么消化后遗症是第二步的事但先让经济播放平稳一点而能够少带来一些人间悲剧第二个呢恐慌非理性呢老百姓中的情绪 有时候是给政治家一个压力给专业人员一个压力说现在确实这个世界有病赶紧找解决方案这也可能有种程度上是个好事情嗯对嗯好的那么谢谢君涛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下面话题